被同性别的同学吸引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惭愧 你不要觉得罪恶 我们连这个都不敢讲 然后要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在国中国小 我就不太教导说 你应该尊重你的同学 当他是阴柔的男孩 当他是阳刚的女孩的时候 你不可以嘲笑他 你不可以霸凌他 你要尊重他 当你自己 当你在国中青春期的时候 觉得你自己被同性别的同学吸引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惭愧 你不要觉得罪恶 我们连这个都不敢讲